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喜欢你为了独享我而百般算计 我喜欢你时时刻刻都想占有着我 把我放在心肩上 不要脸 谁要霸占你 你 从哪儿猕出来的 你刚去哪儿了 我在这家里头吧 明明说什么就是什么 刚刚那个下人也不知哪儿来的胆子 非得把我往书房里送 我就觉得不对劲 等他走了之后 我去父亲的书房里睡了一觉 李提菌未卜先知 躲过一劫呢 这也比不上郡主的神机妙算 运筹帷幄 只送了一盆花 就撮合了一对 有情人 你 不是 你怎么找我做了什么 我的心可都在你身上 要是连你做了什么都不知道 可怎么当你的夫君呢 说起来 我也是十分佩服 弄到一盆红泥肠 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可你却送给了邵阳 这确实出乎我意料的 在董府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那个邵阳 对张姑娘十分上心 送一盆花给邵府 只不过是给她 借尽心善人的一个理由而已 不止 你还替人张姑娘打扮 这一套头面一出 立马帮张姑娘震住了场子 你说我这机关算尽的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坏女人啊 嗯 我很喜欢 你喜欢坏女人啊 不 我喜欢你为了独享我 而百般算计 我喜欢你时时刻刻 都想占有着我 把我放在心肩上 嗯 不要脸 谁要霸占你 嗯 那个什么 六合呢 把六合给忘了呢 哎 六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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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秦柯姐姐 快起来快起来 来 不好了 秦柯姐姐 小姐有心 有心和 放心 君马无碍 你家小姐和邵阳定了亲 邵阳公子 嗯 这 那怎么办呀 小姐肯定会逼我嫁给她做妾的 这可怎么办 六合 六合 那你真的还愿意继续跟着你家小姐吗 我 你要是再拿不定主意 我就让你家小姐选了 郡主 我 我 有 有 有